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期干活 因为我这次出去旅行 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白亚你出去这个语言怎么办啊 是不是说英语很好 还有赤住行怎么搞定的 那我就总结一下我这些年的经验 当然也踩过很多坑啊 就分享一些我出门旅行的一些实用的工具 真的能在旅行上帮助到我的 那先从这个出行开始说起 那订机票的话 我一般会从协程 还有去哪网 以及公司的官网去订 如果说你的时间自由 不确定你的出行时间 就可以提前先去官网上找打折机票 那个时候真的是很便宜 那你订好了机票之后再去请假 出去玩这样就很划算 因为出去玩的大头 基本上就是在机票和酒店上 还有一个就是寻找打折机票 很好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朋友圈里面有代购 你看代购最近在哪代购 他们一般去的那个地方 可能最近机票在打折 就比较准确一些 这也是上次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那到入目的地之后呢 三种交通方式 第一个就是乘公共交通公交地铁 像一般大城市 它这个比较发达 做起来方便 而且也便宜 像一般大城市里边 它还有那种就是套餐卡 比如说几天多少次卡 卖起来也便宜一些 打车的话 我一般都会用Uber 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打车软件 比如说西班牙普通牙 用boot的比较多 然后价格也会更便宜一些 这个可以在当地的时候去查一下 租车的话 我们会用到租租车这个app 它也相当于是一个平台 就集合了当地的一些租车公司 把它的信息收集上来 当然它的价格 有可能会比你直接去 这个租车公司价格会贵一点 但是如果说 你直接去租车公司 去租的车的话 可能你想要的那个车型 已经提前预定好了 所以稍微贵一点钱 还是提前去预定 第二个大头就是在住宿方面 如果是住酒店的话 我们一般会用到booking 那如果是民宿的话 就会用I&B&B多一些 虽然booking上也有一些民宿 但是这个数量 还是不如I&B&B上多 其实如果在I&B上找一些 好的这种房东的话 我觉得挺能增加这个旅行体验的 因为它会给你推荐一些当地特色 而且你在民宿里边 可以洗衣服做饭 就能更深入地体会 当地人的这种生活 这次我还发现一个软件 叫agoda 就是有一些酒店 你可以在这个上边 捡到一些漏 就很便宜的价格 订到一些还不错的酒店 那第三方面呢 就是关于吃 因为在国外 其实像大众点评就不太好使了 它只有一些关于中餐馆的评价 但是对于国外本地的一些餐厅呢 就评价的很少 我用它的软件呢 就是google google的这个软件呢 大家一定要善于利用起来 它不但可以导航 还可以找附近的一些景点 以及找餐厅 餐厅它是都有评分的 而且上边都有照片 有菜单 也能看到人均多少钱 那你在去这个餐厅之前 就有一个心理预期 而且你点餐的时候 就不用跟他去用英文描述 你直接给他看照片就行了 最后就是大家非常好奇的 我跟野哥的英语 是不是特别好 才能出国去自由行 说实话 我跟野哥的英语 并不是特别好 我是大学四级水平 他是六级水平 但是已经大学毕业这么多年了 很多词汇都已经忘了 而且过去的这三年 我们都没有说过英语 这次出去也闹出了很多笑话 有一次我跟野哥 我们俩去早餐点餐嘛 然后野哥要一杯意识浓缩 他本来想跟服务员说的是expresso 然后他跟服务员说成了special 服务员一听就一脸懵 但是最基础的一些东西 肯定还是要看明白的 比如说机场那些指路牌 或者是跟别人点餐 简单的那些交流 还是需要会知道一些的 完全不会用语 我觉得走出去 肯定会影响你的旅行体验 最基本的要会一点 如果说实在不会的话 可以借助翻译软件 其实像比如说英语的国家 英国和美国 我们走下来听力还是完全能听懂的 但是如果你一旦走到一些 比如说日本或者是西班牙国家 他们说西班牙比较多 就口音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他们也不会说 特别复杂的英语单词 就是你听起来 只要多清理念也能听懂 但前提就是 你得知道这个单词 如果说实在是碰到那种 无法交流的这种情况 他连英语都不会说 我们就会用一个翻译软件 我以前会在网上租那种翻译机 就科飞的那种还挺贵 然后他要充电 但是很麻烦 但这次我发现苹果 他自带一个iTranslate就很好用 他可以翻译就是文字版的 然后也可以去翻译这个语音版的 你可以拿那个直接跟他对讲 这样去说 它那个软件里边 还有一个拍照翻译的功能 就即使你看到外边的书啊 或者是什么 只要是字体是标准的 他可以以下翻译出来 还挺方便的 这么一讲 是不是感觉还是挺简单的 其实没那么难 真的没那么难 因为每次我看到 评价里边就会有朋友说 哎呀我用语不好 哪也去不了 姐妹你如果用语不好的话 你可以把它练好 其实用语单词你常用的 或者是你出去旅行用到的 可能就那么两三千个 你说你三个月背不下来 你三年还背不下来吗 不管是出国也好 还是说你想干什么事情也好 就不要想着太多借口说 我这不行 我就不适合做这件事了 我那不行 我就不去了 你这样的话就缺少了 很多很多的体验 你只要是努力的 向你前进的这个方向去 出去用一次 然后你有了这种体验 你下次的时候 其实就比较轻松了 后边怎么转机 他们这来了 反正总之要说的呢 就是这些 希望这期视频 对大家有帮助 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 OK